方委員你好 署長,我想說 剛剛林委員所說的 主要還是對於我們現在的執法 當然是要維護這個 主要是要維護我們的海權 但是重點是 如果說我們這個執法 對於中國大陸的漁民 越界 不管是到澎湖、金門、馬祖 或甚至於到本島、外海 我們的巡弋範圍內 來的話 我們到底取締了多少 那對於我們自己的漁民 有沒有越界到其他國家的領海範圍內 我們取締了多少 這個東西要有一個比例原則 好不好 我之所以會這樣講 大家都知道在金門、馬祖那邊 中國大陸的漁民 越長,越距離近 是 動輒就越界 甚至於跑到這個 這個 駐軍旁邊的這個 據點的 外面的這個 海域去 去這邊 那這這麼明顯 都看不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海巡署的 這個艦艇 那馬祖甚至嚴重到說 要釣派這個 500噸級的這個 巡防艇去 去那邊來 來護雨 來維護我們的這個 海域 那這個東西 您會覺得說 要怎麼檢討會比較好 現在我們像98年驅離大陸 等外籍 越界的漁船有 五千六百三十一艘 另外代案 五千六百三十一艘 對 另外代案處分了 就是說把它帶進來 經過 超過我們十二海域進來 來處理的 那有一千八百九十二艘 那這裡面 我們帶進來是怎麼處理呢 現在目前就給他沒收漁具 他的漁後 沒收他的漁後 另外給他吃 沒收之後是 銷毀 銷毀 就是把它銷毀 那但是沒有處罰的規定 所以說我們剛剛今天有幾個委員 要不要修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 那對於他的漁船呢 那對他的漁船 這個我們現在沒有沒入的一個處分 沒有 沒有沒入的處分 是 OK 相對應的對於我們 我們本身的自己的漁民 如果涉及到 或疑似涉及到這個 越界捕魚呢 我們是怎麼處分 現在在大陸方面 他們 這個同意我們的漁船 到他們的海域捕魚 對 所以說限制可以到他們的港 另外如果在日本的話 日本他們這個 如果越界在日本的話 他們會做處罰 會做取締 扣押 那我們自己本身的 我們自己不會去追究 我們自己自身的漁民的 是不是有這個 那目前好像沒有在追究 漁業署也沒有 他 漁業署 也沒有在追究 沒有 但是漁樂遺傳如果去的話 他可以給他處分 對 漁樂遺傳再補漁 漁樂遺傳釣魚 一般的漁民不會 一般的漁民好像沒有在處分 不會處分 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 洗漁的情形 所謂洗漁 你大家知道 我曉得 好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漁船之間的 這個交易 我們去 我們漁船出海 然後直接跟中國大陸漁船購買漁貨 或甚至於有一些部分是因為我們的 有一些某種特定的漁 我們已經 這個超量了 好 那就是 就去 用別人的 的漁船的方式 好 用別人的配額的方式 這樣的我們應該怎麼處置 那這一部分現在剛剛講的 這個 這個配額超過 就 我們現在漁船大概用全漁船 就掛 掛別的國家的那個 國旗 在那邊註冊 那這一部分就是由漁業署來處理 嗯哼 他如果遠漁的部分 這個由漁業署來處理 那如果他真的 真的不是 那如果說買漁進來的話 我們以這個 城市走私條例 或者是 關稅 氣死條例來處罰 那我們這樣 氣死條例來處罰 對 我們會送關稅首級 他這等於是漏稅吧 嗯哼 那對於漁船改登記的部分 您剛剛講說 這 這個跟全漁船應該有些部分 有差 有這個區隔吧 全漁船是暫時的 還是怎樣 他有的永久的 他有的掛那個 別的國家的那個 那個 那個國旗 那人家就就就掛 或人都可以掛別的國家的這個 登記到別的國家去 那漁船 對啊 他漁船上就用這種方式啊 像我們那個黑鮪魚 他有一定的配額嘛 對啊 我們像太平洋 撈不過量的話 我們 假如說我們國家是一千四百噸 我們一年就能補這麼多嘛 但是 我們的漁船補這麼多 但是有的他就掛別的國家 他就用他的配額 或是他那個就會造成這個漏洞 那這部分 因為他處理全責機關 是由漁業署 漁船的管理是由漁業署來處 我知道 好 謝謝書長